- 柯家所有的人都跳出來說話了 柯美蘭甚至講說 這個之後就會變成一個政治黑奸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當然啦 檢方你這邊要辦人 法官要辦人要罪證確鑿嗎 有沒有證據 目前檢方這邊有新動作 今天傳出來說 他們現在密傳一個關鍵證人 這個人是誰 說叫做前台北市的兵役局長 朱雅虎 那為什麼會去找他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後來跟金華城這邊 也有一些關係 而柯文哲在買商辦的時候 傳出有可能他是中間介紹人 4300萬跟金華城有沒有關係 必須把他請來問一下 那當然啦 包括巧欣剛剛都直接講了 最重要就是那個金流 那金華城威京集團 下面任何子公司 你如果可以查出來 他真的可以跟柯文哲對上 他的家人對上的話 那當然金流就會串承了 所以現在檢方其實看出來 他在找各種的金流 各種的關係人 來 請找巧欣 朱雅虎呢 他是因為殯役局長 所以他其實是退伍金人協會 一個滿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在大多數的 軍系的場合裡面 都可以看到他 那他呢 本身他也很支持國民黨 但是他本身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財力 那他曾經被這個 沈慶金延攬到他的公司裡面 工作一段時間 但是呢 據我所知在先前的時候 也已經離職了 那他 如果今天沈慶金要給錢 或是這種比較機密的事情 朱雅虎的身分跟他的情況 是會被排除在外面的 所以他比較像是說 替沈慶金在經營黃復興相關的組織 而不是在處理金流的部分 所以我就覺得說 地檢署是不是搞錯了 他要不要先稍微去了解一下 就是這些人 他的這個情況是什麼 所以你去傳這個 因為你要知道沈慶金他這個人 他除了他是商人之外 他在政治上面的琢磨很深 他的弟弟沈慶光 其實就是長期的 國民黨的中央 中常委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本身是有參與黨務的 像我曾經參加過一場 是大型的黃復興的聚會 總共開了席開六十桌 那沈慶金他是坐在主委的 所以就代表說 他在整個黃復興黨部裡面 他有一定的地位 這跟金華城無關 這跟錢也無關 這跟柯文哲更無關 那朱雅虎他的角色 就是在這些退伍軍人協會裡面 幫忙把這些退將 然後這些黃復興的人 組織在一起 所以你要去問錢的時候 問他會問出什麼東西呢 你問不出什麼東西的啦 所以你要去找人 要找到真正關鍵的人 是他的哪一個秘書 是幫忙去交付錢財 不管是政治獻金也好 或是任何的錢 就是他的帳房是誰啦 你懂嗎 就是像是 你一個政治人物或一個企業家 你一定會有個大帳房嘛 像先前不是都有講說 郭台銘的大帳房是誰 特別的精明 什麼錢都要從他那裡過 然後都要經過他才能出去 每一個大的企業家 他都會有一個大帳房 但我跟大家保證 絕對不是朱雅虎 好 這個雅虎哥呢 他其實在這個前一段時間 他已經生了蠻重的病 那大概也是這個 金華城的前後時期 所以他也沒有能力 來做這件事 所以問了他老半天之後 請回 為什麼請回 因為他是做組織的人 不是負責財務的人 所以如果北檢他現在對於金華城 整個案情的掌握的程度 是這樣子亂問一通的話 那你就給了柯文哲 他們整群人更多的串證時間 所以你知道檢方辦案 既然已經就是就翻到檯面上了 你就是要快很準啊 你到現在還在浪費時間 問一堆無關的人 那我們怎麼能夠知道說 你能把這個案子辦起來呢 所以我們當然是很希望 不管今天你是徒利 你是貪污 你是財產來源不明罪 或是監察院沒有好好申報 有什麼罪就辦什麼罪 通通都要水落石出 可是我們希望北檢 在辦案上面可以精明一點 先知道要往哪裡去 不要像這個 吾問了老半天的豬鴨虎 結果還是一樣 污包請回 好 那我就想要請教一下董哥了 因為這次什麼 這次端谷啊 是有一個組織啊 總偷偷 因為畢竟他先前48路分兵搜索嘛 那現在又是個大案子 所以呢他們審慎以對 但是如果像剛剛 巧欣這樣講法的時候是 有找到人嗎 他們到底是真的 對於案情的細密程度到哪裡 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們過去像端谷在 北檢是一個隱藏的谷 有大案才成立 是 他這次特地把這個弄出來 而且你要想48路 每一路 每一路一個檢察官領導 大概六個 廉政署後的 他們會去調查級的人 我看連中部藍部人都要調上來 你可以看要多少人 那用這個方式去辦 你就知道說 他們現在 就是 的東西其實是很多很雜 但是要釐清楚就是了 那現在最後會用收費罪 把柯文哲勝壓表示說 這是他們一個很 很關鍵 很致病 認為說我只要講你收費 要收壓的機會就大 圖利收壓的機會不大 所以他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那拿出來當然 裡面有非常多的說法 那 當然因為柯文哲最近的 被大家認為很不明義 很難看的 就是4300萬的商辦 現在在辦的就是 商辦的錢是不是沈青青出的 沈青青怎麼講 沈青青過去的愛將豬雅虎怎麼講 他其實是在鞏固這些東西 那這東西當然 因為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說4300萬是現金 那請問一下 當然不可能捧著現金去 一定還是有個金流流過去 那流過去 這是從誰的賬戶 流到誰的賬戶 那這個賬戶收的人 裡面有哪一些 可能是一家公司 他的股東是哪一些 是不是大家分到了 那出錢了 如果不是柯文哲的賬戶出去的話 是誰的賬戶出去 這個都很容易查 因為數目太大了 不可能捧著 那我覺得說現在檢調 他當然 第一個目的就是收押柯文哲 收押柯文哲的目的太簡單了 就是因為收押了好辦 你不曉得外面的情況 那你心裡就會恐慌 然後我再告訴你 你如果不講 你太太也會被列為被告 然後我們也會生押 你跟你太太都不容 我就會用 這檢方的辦案車類 檢方很可惡就這樣 那他謊話的東西 給特定媒體周刊謊 譬如陳佩吉押去美國或怎麼樣 這些東西真真假假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其實就是要引起 外界有一個形象 他們過去打馬航九就這樣 對不對 他們收到一些錄音帶 錄音帶還要做藝文 他們把藝文給周刊 然後周刊每期就登 聯繫登三期 然後讓社會說馬航九完蛋了 要做七年標題七年勞 他其實是在做這樣的攻防 這攻防當然是一個心理戰 民眾黨是打政治戰 檢方打心理戰 可是這心理戰最主要 是你手上鞏固什麼東西 你有哪一些東西 那我覺得說檢方 他現在手上有的應該是一個金流 這個金流如果柯文哲過去講 我坦蕩蕩 我公開透明 那其實他一分鐘就可以講完了 我這錢是哪裡來的 對不對 那如果 阿伯有藍言之隱的話 這個就很嚴重了 因為檢方一定會去扯他太太 你太太也有事了 你太太是拿你的張款 譬如這樣講 那這個就對他有很大的壓力 好 乾脆我一間扛好了 彭正森的情況一樣 乾脆我一間扛好了 對不對